董哥你怎麼看呢 這次徐曉星真的是 靠他的這個方法 打出奇蹟啊 其實因為民進黨執政太久 國民黨很多人是很 很不以為然想把民進黨推翻下來 那這個其實是 台灣社會普遍的聲音 那大家可以看到徐曉星 如果他的民調 他其實民調 贏輝龍泰是一點點 贏那個黨員票也是只贏一票 那當然下來他就贏了 那本來如果你民調是贏一點點 黨員票如果照過去 過去贏龍泰的黨員票 大概拿了 大概將近1500票 王鴻輝那時候是跟他 跟他挑戰 王鴻輝只拿600多票 所以你光那個黨員票 就可以把徐曉星贏回來了 可是這一次既然沒有這樣 那代表怎麼樣 代表國民黨的黨員 他們有很多想法 這想法就是說 費龍泰在這裡經營30年 其實費龍泰跟習小軍 去跟習俗華對打都會贏 只要國民黨提名誰 誰都會贏 但是他代表一個國民黨的心態 還有代表很多民眾 因為民眾是在民調裡面 就是民眾票嘛 那黨員票當然是打 國民黨的黨員來投票 所以他這個氛圍就是變成說 很多人希望說習小軍 去打這場選戰 那我們知道 去楊國民黨打選戰很漂亮 九合一大選 那為什麼打得漂亮 我們分做幾個部分 就是說黨中央 其實大家也不感覺他多厲害 立法院大家也覺得普普 去年打得最漂亮是台北市議會 對不對 你從王王威開始 對 炮打林之堅 哇中華大選 然後習小軍加碼 棋子中華大選 你連台大你也抄 然後整個就變成撿起千堆血 那個整個險戰的 就繞在那裡 然後偏偏蔡英文就去告訴大家 哎呀你看喔 只要看過林之堅這兩本論文的 都不認為他會抄襲 民進黨沒有人敢去按讚耶 他上面還把他PO到臉書沒有人敢去按讚 為什麼 因為違反普世價值 違反台灣社會的良善風俗 你這個是硬拗已經到不要臉的地步了 就已經到這樣了 那我們看其實 從紀元選證來看 這些台北市議會這些戰將 尤其這些女生的戰將 就變成很受到社會的關注 你看王王威馬上就選上了立委 然後習小軍這個時候他的關注就在這裡 那關注 所以費隆太並不是被習小軍打敗 而是整個社會的氛圍 還有國民黨的黨員 兩方面都希望像習小軍這樣的人 能夠去幫侯友宜打險戰 我簡單講就這樣 了解 大家看得很遠 對 國民黨就是這樣 習小軍跟王王威棄園自己也在顯議員 對 可是他打的主要對手是什麼 是很代表民進黨那種年輕選票 不管長相或者他們自己做的那種 人設的林之間 他們是一打就打到桃園 那桃園一打的話 哇變成全國都響應對不對 連鄭文燦也在抄 連蔡司映也在抄 一個一個每個就不知倒地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氛圍就是 在全國的選戰來講 就很 大家就覺得很需要他這種殺手型的 可以幫侯友宜 所以他是被侯友宜的按鈕 偷偷的支持就起來了 我講就是這樣 那大家想的完全是這樣 我記得民國94年 我那時候還在聯合報 那時候就是 我們知道馬航九跟王金平在選 因為連戰主席說他不連任了 兩個就在選黨主席 那我那時候在報社 我們報社政治組 我在政治組 我跑國民黨黨部 那我們報社那些前輩很多人 立法院國民黨黨部 總統府都跑過 政治組就這樣 所有幾乎都認為說一定王金平贏 那只有我一個人 我說不可能 馬航九百分之百贏 他說你不知道 你以前都跑台北市 你跟馬航九太熟了 你講這個就不公正 覺得你是同溫層 你是同溫層 他說什麼 他說你不曉得王金平 光一消就一萬多票了 那這下來不來 然後這些立委 都是他的樁腳都會幫他拉票 這馬航九雖然 在民調上或在民意上好像很好看 打這個組織戰 因為是黨員投票嘛 黨內是黨員投票 結果票一投出來 馬航九大概拿四分之三的選票 王金平大概拿四分之一 大概百分之二十八左右 那是很懸殊的 那我那時候想說 這個環境也不好帶 我就離開報社了 我就離開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那個 後來很多人在分析什麼 我說因為國民黨的黨員 不是在選主席嘛 對 他要求這個主席將來是總統的候選人 總統規格 所以他整個氛圍是這樣的話 他們也不是對王金平有任何不滿或怎麼樣 那你在那個捷骨眼民國94年95年 因為97年就政黨輪替了嘛 那你今天要選這個人是要幹嘛 要他打敗民進黨 要帶領整個在野的聯盟 要去做主帥嘛 那王金平比較稱職還是馬航九 不用講嘛 那個高下立判 所以你要看這種要看眼就是 習小新是被總統的氛圍 侯友宜這個把他捧出來的 那捧出來他就打敗了費鴻泰 雖然贏的不多 可是他代表了黨員還有社會的新生 那這個其實是過去比較少見的 為什麼 因為民黨實在做了天路人宴 就是變成他無意中 已經讓在野很多東西 通通的聯盟起來了 下架民進黨 是 但是的確啊 那嚴教授你怎麼看呢 因為有人也有這樣的想法 他說雖然是贏 但是贏不多啊 一半的人喜歡你 但一半的人討厭你的話怎麼辦呢 接下來就要看囉 國民黨殺了刀刀劍骨之後 怎麼整合 我們先來看一下黨員投票 真的就差這麼一票 762 763 好 電話民調呢 小新51.79%領先 所以三七字加總起來呢 徐小新51.26% 好 他的信員由淑惠分析啊 徐世新法真的打出奇蹟啊 三大關鍵呢 膽量夠大 意志要夠強 手段要夠靈活 他說這個困難指數有 有十顆星啊 我覺得就是今天徐小新會贏啊 可能和他並不是年輕世代裡頭 我們知道有些年輕世代的國民黨 有點綠了 所以並不是這麼 因為他們會考慮到 中間選民比較多 覺得你要吸引年輕人 他們要模糊一點 所以他們可能要在黨員投票會拿不到 可是徐小新大概沒有這個疑問 就是說大部分的國民黨黨員 如果看到徐小新 就不會覺得他有點 好像在意識形態上面 沒有表達得很清楚 他非常清楚 我覺得這個當然有幫助 大家也會感覺到說 就像剛才董哥講 去年他確實幫我們揭發了很多的弊端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有些人現在會看到覺得說國民黨 好像這個戰力不夠 那覺得說有他有這個王宏威 感覺上戰力會比較夠一些 而且很奇怪 這些女性的議員變成 如果選上立法委員 他們這個戰鬥力真的不出男性 真的是 我覺得會讓很多的政治人物 這個部長都會批批剉 覺得說被他被他質詢了 就很慘了 的確國民黨有沒有更多的強棒 更多的戰將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國民黨的北市黨部主委 黃呂錦茹就說 殺到劍骨未來會不會難以整合 大家的問題 國民黨方面很有自信 可以整合起來 徐小新這一次的空戰策略 非常的成功 比過去的打法更進化 國民黨以後要調整更多的戰略 葉元智也說 這一次要扭轉大家的印象 以團結的國民黨來戰勝 各懷鬼胎的民進黨 大謙哥你怎麼看這一次的心肺大戰 我想其實為什麼新生 這個代或者是這個年輕世代的 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對於黨內初選的這個黨員投票 會比較擔憂 那這是其來有志的 因為在過去的這個單一選區的過程當中 其實通常因為立委 他是在單一選區裡 所以他經營這個地方黨部的這些 或者是特種黨部的這個力道 相較於議員來說會更強 就是因為立委只有一對一的對決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更不要提到說 因為是老將型的立委 所以他跟地方黨部的這些黨員 或者是跟黃復興的黨員的關係 就更為密切了 那麼這是為什麼在這一次 台北市的很多的黨內初選裡 你會發現只要講到 要有30%的黨員投票 就有很多年輕世代的 政治人物打退堂鼓了 因為他認為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見得討得了好 對 只有一個人反其道而行 就是徐曉星 那麼因為徐曉星反其道而行 所以最後證明 國民黨的這些死忠黨員 他內心的看法跟想法 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了 這是徐曉星證明出來的事情 所以你說如果這一次的黨內初選 其他的選區的新生代 也沒有打退堂鼓 那麼他們也未必會輸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從民調也好 從黨員投票也好 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或者說今天這個傳統的選民 都支持要年輕化 都支持要世代交替 都支持希望能夠再給年輕人 多一點的機會